歡迎收看我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排列組合大部分的知識都教完了之後 就會進入到這個綜合我們所學的一切 出這種綜合型的題組 以下各種情境各有幾種方法 六個相異物放入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直接看完這八小題 相異的放相異的相同 然後規定有三個兩個一個 要這樣放 相異的放相異的 相同物放相異相值 三個兩個一個 相異物放相同相值三個兩個一個 相同物放相同相值三個兩個一個 然後下面四種是不限定三個兩個一個 可以嗎 一樣是相異相異相同相異 相同相同相異 OK 那麼到底有幾種方法 最重要就是去想像這個情境 然後幾個重點讓大家這個 複習一下做一下提示 你要去捕捉到就是說到底有沒有 沒有錯相異有沒有相異 然後我可不可以重複拿 可以嗎 就同一種同一種可不可以重複的指派 那六個相異物放入三個相異箱子 其中一個有三件 一個有兩件 一個有一件 好那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你除了要把物品放在箱子裡之外 其實你也還要決定哪一個箱子放三件 懂嗎就是有一個怎麼樣 雙層的配對的概念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會是什麼呢 第一題的答案首先你要先決定三個相異的箱子 如果我們叫做甲乙丙的話 誰是三個誰是兩個誰是一個321配對起來就有一個3階 然後如果你確定是甲三個的時候呢 那接著你要把A B C D E F配對給甲甲甲乙丙 那這樣子是6階除3階2階1階 所以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所以我們的第一題 那如果今天你是相同物放入三個相異的箱子呢 那就沒有後來的這個啦 因為他A B C D E F就沒有差啦 他是相同的東西嘛 可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箱子還是得決定誰要放三個誰要放兩個誰要放一個啦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三階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 6件相異物放入三個相同的箱子 各321件 因為箱子是相同的 所以本身沒有甲乙丙的區別 可是你會自然的產生這個三個的那一箱 和兩個的那一箱 和一個的那一箱 可以嗎 所以他會自然的形成一個差異 所以並不是說 因為我是相同的箱子就都沒有分配 就沒有這樣 不是啦 因為你會形成這個誰是三個的那一箱 那 所以這題的答案其實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 最後就是這個6階除3階2階1階 也就是說雖然沒有甲乙丙之名 但是你有那個三個那一箱 兩個那一箱和一個那一箱 這個還是會形成三個的那一箱裡面對調沒差別 兩個的那一箱裡面對調沒差別 一個的那一箱裡面對調沒差別 只是說沒有去區分誰才是三個的這樣子 那如果是6個相同物放入3個相同箱子 各321呢 那就是把6個東西拿來怎麼樣 3個一堆 2個一堆 1個一堆 什麼都沒有得對調 因為箱子也是一樣的 東西也是一樣的 就是一種 那我們來看 如果今天是6件相異物放入3個相異箱子 不限數目 也就是沒有限制3個2個1個 你愛放幾個進去某一箱都可以 我這樣已經有一點強烈暗示性了 所以我這甲一柄三個箱子裡面 甲可以有好多好多個 所以這是怎麼算 那不知道你會發現它其實是 3的6字 就是說第一個東西它可以選甲 第二個東西也可以選甲一柄任選 就是你可以把這6個東西都放進甲箱裡面 可是並不是怎麼樣 並不是6的3次 因為你不能說甲箱在6個東西裡面挑一個 乙箱在6個東西裡面再挑一個 這樣是不合理的 因為一個東西不會同時進到兩個箱子 也不是6階了對不對 看第6題 6件相同物放入3個相應的箱子 也就是說現在沒有什麼假去挑箱子 也去挑箱子沒有 所以你這樣子一個一個乘是不合理的 我們先講過 乘了又乘是視為有差別的 所以你三乘 雖然你沒有錯嘛 我第一顆拿起來 這三個箱子我要放哪一個 第二顆拿起來這三個箱子我要放哪一個 那你這樣子算起來還是3乘3乘3 可是這個算是在第6小題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乘了又乘是有差別的 所以你這樣子的算是裡面預設就是第一顆拿起來的 跟第二顆拿起來的跟第三顆拿起來是不同的 那我們現在是沒有不同 所以就是一開始就不能這樣算 那要怎麼處理呢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呢 因為我三個箱子還是可以重複的拿 他還是有重複 拿進箱子裡因為沒有相應 所以對調在箱子內部對調無分別 所以這是怎麼樣 把六個相同東西給三個不同對象 他是重複組合的 H3乘6 可以重複拿 然後對調又沒有分別 所以是H3乘6 再來看第七小題 把六件相同的物品放入三件相同的箱子 現在連箱子都一樣 那這樣怎麼樣 隨便給 隨便給還是有差異 他不是上面這個第四題就1 因為就三個兩個一個沒了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不一定要321 我也可以222 其實第七題就是要列 所以我們第七題列在這裡 所以從600開始 那在這裡說明一下我們這一集著重放在 就是去比較不同的問題 他彼此之間的差別 然後他對應到可能的數學邏輯用什麼方式算 那就不再去針對個別的這個算法去做詳細的說明 有需要的在前面都有教過 自己點前面的影片看 那這個600的話我們逐個往右邊撥 所以下一個寫510 再下一個寫420 510就沒有501了 因為我讓左邊不要大於右邊 讓右邊不要大於左邊 然後再來就是411 然後再來就330 然後321 可以嗎 那然後再來就 所以1234567 7種 可以嗎 在這裡提醒一下 我這個題目是有箱子的 所以你箱子裡是可以不放東西的 如果今天題目是說6個相同的物品分3堆的話 那因為沒有東西就不算一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這些有零的都不能算的話 就只剩下三種方法而已 可以嗎 好我們來看第8題 6件相異的物品放入3個相同的箱子 不計較數目 那我們建立在第7題的邏輯上 因為我現在箱子本身是相同的 就沒有辦法像上面這種算法去討論 箱子本身是相同的 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可以分成這幾組 不同的情況 那如果我6件相同的物品分成611的話 就是1接 就1啦 我6件相同物品 所以這個是異物 異物同箱 可以嗎 那這個如果是6件相異的物品 分成5個一堆一個一堆 然後這個箱子沒有差別 那它其實就會變成這個6接除以5接一接 所以 所以 那如果是420的話 就變成6接除以4接2接 那樣會等於15 好然後如果6個不同的東西 分成4個一個一個放進3個相同箱子裡 那這樣子是6接除掉4接1接1接1接 之外呢 因為這裡兩個1 會導致這兩箱分不出差別 對調沒差 所以你要再幫它補成2接分之1 5除一個2接 5除一個2接 那麼它會變成是 這個 6接除4接30 除以2 是15 同樣的道理呢 如果今天是330的話 它會是6接除以3接3接 2接 那這樣子的話 是5是20種 20種 但是33對調沒有差別 所以是10種 那如果今天是321的話 就6接除以3接2接1接 那這樣子的話 是120除以2 60 那如果是222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6接除以2接2接2接 之外這3個箱子對調沒有差別 再除一個3接 那它就會變成是720除以890 再除以615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122 可以嗎 好 我們來比較一下 我們第7題是相同物品跟相同箱子 然後我們要用數的數出在7種 那我們第8題建立在這7種之上 如果其實你的物品是不同的的話 你會算出來是122種 那我們如果一樣建立在第7題這個7種 同物同箱上面 現在跟你說其實是箱子不同 物品還是一樣的 但是是箱子不同 那會怎麼樣 那當你600的時候你就可以對調啊 對不對 因為箱子不一樣嘛 可是東西是一樣的 那箱子不一樣的話 我600對調就會有一個 這個夾1丙配對到600 所以是3接除2接 對不對 那如果是510的話呢 一樣啊 夾1丙配對到510啊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 3接 就沒有除2接了 對不對 因為沒有那個00相同 對調沒差嘛 那如果是420呢 也是 3接 那如果是410呢 那是 3個不同箱子配對給410 所以是3接除2接 411 411 因為有兩個1是一樣的 330的話也是要除2接 那如果是321的話呢 就沒有了 就3接不用除 那如果是222就是1啦 那我們來看看這會怎麼樣 那這樣是多少呢 6加6加6是18 18加9是27加1是28 那這個28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同物但是異鄉嘛 你這個H3取6就是C8取6 就是C8取2就是28 好那注意到我們其實也可以用這邊來推論出這個異物異鄉 如果東西不一樣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第五題 東西不一樣箱子也不一樣的配對 但是他不是拿同物異鄉和異物同鄉直接相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會有除這個兩接 其實都是因為你東西我們視為一樣 所以才會有對調沒差別的這種情形 如果我東西不視為一樣的話 那就不會有這個所謂對調沒差別 那所以說要怎麼樣去取得這個異物異鄉呢 那我們是利用這邊算出來的這幾個數字 這幾個數字裡面呢除了第一個 因為600的話他只有很單純就是換一個位置放而已 所以他是乘3 就是這個600的話哪一個位置要放 這個6 其他的部分呢 因為你箱子又不一樣了 那因為你東西又不一樣了 所以都是直接乘3接 就沒有再這樣這裡再除以2接 可以嗎 所以等於說我們上面這裡全部加起來 如果不含這個 其他的部分加起來是120 那你把121乘3接 121乘3接 3接就是6啊 那這樣子是這個726 再加上600的這個3 就會變成是729 那就會是這個異物異鄉的729 那只是讓大家知道說他們彼此有關聯 然後我們在看到問題的時候要去分類 就是說現在到底相同的是哪一些 不同的是哪一些 有沒有一對一配對可不可以重複取得 然後沒有差別的要除掉 那我之前有做好圖檔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圖檔這個比較清楚 而且在這裡在很快速的瀏覽一下 剛才這幾題 第一題跟第七題的差別在於 當然名字上就是說有沒有相異 那有相異的箱子跟沒有相異的箱子差在哪裡呢 等於說在你會放出我固定數目是321件的時候 本身已經產生了不同堆的情況 所以會有6階除3階2階1階 這個時候這幾堆已經視為不同堆了 因為數目會本身帶就差就帶來差異 那這個時候呢你的這個6件相異物 如果還要再連箱子都不一樣的話 就會有3階乘3階 所以這裡是60 然後你會再乘6的話是這個 那這個6就是來自於怎麼樣 3個相異的箱子 所以就算你物品相同 光是相異的箱子就會有6種 那這剛才的說明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6件相同的物放進3個相同的箱子 我們就一定要列 那你列出來的這7種呢 它會對應到我們如果今天是箱子不一樣 分別會乘就是3階或者是3階除2階 我們會算出來有28種 如果是對應到東西不一樣 就會乘上這一些 就是你6個不同東西配對給510這樣子 那就會有122種 那如果是東西不一樣物體也不一樣的話呢 除了第一個是乘以3之外 其他都會乘到3階 然後就會變成729種就會剛好是剛才的第五小題 那這樣OK嗎 好我們這集上到這裡